海贼王,桃之柱饰演王后将湘宁有种库,万词王姬得爆发。 海贼王最新的动画更新了,实话说,这几周第海贼王动画都是非常的感动,可以说是令人泪流满面啊,上一集看到了陆飞在说服和之国的武士,叫他们拿起武器反抗凯多。 但是因为陆飞的身份是海贼,大家都不再相信,毕竟和之国目前的局面就是因为海贼凯多所造成的,所以他们认为,海贼不可信,是一群不守戏用的人。 这样的话,陆飞演讲就失去该有的意义了,但幸好桃之柱站出来了,她的一番话,其实挺打动人心的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万词王姬得爆发。 画面一开始是先给到了基德,因为陆飞击败了巴巴努基,并且策反了武士反抗凯多的人,所以基德拿到了钥匙,解开了手铐,但基德并没有跟陆飞一起并肩作战,他带着基拉逃跑了,他说了一句话,我们的事情,我们自己解决,不需要别人的帮助。 基德的脾气也挺火爆,但也证明了基德是一位有主舰的人,而基德解开手铐后,就爆发了,给大家展示一波什么叫做万词王,强壮的机械手臂,直接破门而出,这场景帅战了。 02桃之主饰演王后,江湘宁有种呼。 而另一边,监狱这里武士们都开始骚动了,因为陆飞中毒了,没办法再继续说下去,武士们就反问报大叔等人,为什么要跟海贼合作? 保大叔等人没办法回答,而此时的陆飞用了最后一口气,把陶之主逼到外面,因为陆飞知道,现在最需要安抚这群武士的人,就是陶之主了。 陶之主是玉田的儿子,武士们能够看到玉田强大的背影,所以当陶之主被迫走出去的时候,所有人都下跪了,这场景令陶之主差点胆怯了。 最后陶之主并没有躲避,但是很好地饰演了什么叫做王后江湘宁有种呼,这句成语是什么意思? 其意思为,那些称王后败江湘的人,天生就是好命,贵重吗? 简单来说,通过这些话语来刺激人民的气氛,是一句非常带有反抗精神的话语。 吴怡陶之主做到了,他的一番话,让武士们觉醒,20年来,我们被凯多一直压制,生活在落魄的国家,我们不应该依赖顺手,这样的时光该结束了,我们这次回来就是要讨伐凯多。 他说,夺回和之国,如今要奋力反抗了。 没想到陶之主打起了大任,玉田也可以安息了。 正如宝大叔所说,在决战之前,不正是缺少了这梦想了吗? 确实如此,如果没有人领导他们,不可能会成功的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